他們在猖狂之中啊 露獻啊 所以要從五月面到高峰的 好一趟李慶華新北戲職的家 管理員說警方也有來過 但並無所獲 新北帝院已經發出區票 今天再具體不到就要發佈統計 歡迎華國昌先生參選 當了這麼久的立委 李慶華從1993年一路連任六屆 2016年競選失利 卻被檢方查出從2007年起 指示辦公室主任以人頭掛名助理 向立法院佔領補助款 今年四月配合調查被50萬交保後 仿佛人間蒸發 慶華啊有錯就勇敢面對司法吧 古巴中心心北報導